这时候我输出STR4 但是结果 是不是其实输出的 是具有这种换行和回车都有的 这种结构是不是很好 这都是某款字不串 对于多行字不串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的一些方式 可以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个 刚才有这个需求 比如说我刚才是不是想拼接 我的年龄是比如说34 然后呢我在讲什么这样的课 这是一种方式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定一个STR上面是4吧 这个叫做5 还是上面同样的需求 我呢用某版字符串表示 比如说我的年龄是 注意这边当遇到变量的时候 某版字符串里面如果显示一个变量 需要写一个美元符号大括号 这里面的值就会被解析成一个变量 大家看我直接写A加B 然后呢逗号 比如说我在讲 讲什么 我是不是要讲这个 C这个变量所代表的ES 那怎么办 是不是美元符号 这边是C OK 然后呢 我输出STR5 大家看 STR5输出的 是不是跟上面是一样的 是不是我们有某版字符串 也很好的解决这种 比较大师的问题 当你用这种变量的话 你直接需要用美元符号 然后大括号 把你的变量的值写在这个里面 他就会把这样的这个值啊 自动解析成 他所对应的这样一个内容 是不是会简单很多 我们不用再小心翼翼的说 哪个是一段 哪个是一段 中央还有加加号 是不是很麻烦啊 所以说 公管字符串的好处其实很多啊 我再讲一个应用场景 大家看啊 最想要我们已经讲的应用场景呢 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我把上面的先注视掉 我们现在讲一个呢 叫做签畅模板 什么叫签畅模板 大家看啊 我们经常在我们代码当中啊 可能对于class的值 需要进行一些计算 比如说 我们在ATMR这个当中 是不是可以定义class的属性 但是它属性的对应的值呢 可能并不是写死 需要我们通过ES 进行一些国际算去得到的 这种情况下很常见 对不对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进一个class 比如说叫class1吧 它表示class的名称啊 比如说 它对应的值是一个icon 表示一个图标 然后呢 它还要进行一些计算 计算的话 我这边应该用let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 加等于 比如说 我通过一些计算 它的class的名字 可能有icon 然后呢 还有这样的 比如说icon 后面还跟着icon-bag 如果当前是大屏幕 就是-bag 如果小屏幕呢 就是- small 这样组成一个class这种 多类型的器 要明白我的需求啊 那这样的话 当我去拼接的时候 我可能有这样一个函数 比如说呢 我当前去判断 当前是否是一个 大的屏幕 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法 当然怎么判断呢 我们也不关心 比如说我就返回一个处 表示大屏幕 然后呢 可能我这边 我是不是可能在去 拼接的时候 我需要去判断 当前这个方法 到底返回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值啊 我这边是不是用到一个 三元运算符 或者叫三目运算符 如果当前你是个大屏幕 那怎么办 我呢 就返回 注意啊 我这边就返回 比如说icon-big 否则呢 我这边就返回 icon-small 当然前面加一个空格啊 否则不加空格的话 是不是都跟这个icon 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我们输出当前这样一个 class1 大概当前指 是不是icon 空格 icon-big 这边是不是多销空格啊 一个空格就可以啊 然后呢 如果当前不是大屏幕 那么 是不是就是icon-空格 icon-small 这边找个空格 这是我的需求 这是在之前 我们做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用es6呢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在 cons的一个class2 因为这个可以直接计算中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cons的定义 大家看 直接一个模板字幕串 它的初始值里面 是不是会有一个icon 因为不管是大到小的 我前面都会有个icon 这样的class名称啊 然后呢 大家再看 我这个后面的面名 是不是都是以icon-开头 只不过big和small 可能是变的 所以大家看 这边icon-gar 我也在这边写死 然后呢 后面 我需要进行一些运算 运算什么呢 还是通过 调用当前这个函数 我去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成立的话 是大屏 那你就 icon-gar 后面就拼接 big 否则 就给我拼接上一个 small 把这边放大一点了 看懂了吗 然后我输出 这个class2的值 我们看一看 其实两次输出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或者说我改成 tree 就是gang big OK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这种签上模板的方式的话 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模板自复权 也会简单很多 而且代码的可图性也很强 对不对 这个呢 也是一种很常见的 应用场景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一种模板自复权的高级 使用方式 叫做代标签的 模板自复权 什么代标签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建议一个方法 叫做FO 然后呢 它后面可能有 四个算数 分别叫做 ABCD 然后呢 我分别输出 这四个算数 在四行里面吧 这会儿我们看得会清楚一些 ABCD OK 这个函数很简单啊 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 FO的话 比如说传接24 那是不是就输出 24 这个毫无疑问啊 很熟悉 但是大家看 如果当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 内部属性 叫做 系程 比如说我有个 A属性 叫做 34岁 当然 我这个系程 不需要经过什么计算啊 所以说你用单引号 双引号 或者是模板自复权 这个都可以啊 然后大家看 我现在想将用FO 注意定用的方式 之前我们将的方法 是不是后面加一个括号 对不对 但这边 我想传递一个 模板自复权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直接传递 并没有括号 比如说 我这边传递 这是 然后呢 模板自复权 name 比如说我想传递 这是系程 然后呢 逗号 他的 年龄是 大家看 H 岁 是不是 我想输出的是 这是系程 他年龄是 34岁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 ABCD 分别输出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仔细看哦 首先A 有没有发现 得到的是一个数组 展开以后 有没有发现 数组里面有各种三部分 分别是 这是 逗号 他的年龄是 和岁 所以说 大家想一想 DK参数表示什么 它是表示的 是不是当前 字符串中 没有变量 要被替换的那些部分 就是没有变量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看B B输出是什么 是不是系程 它输出的 是不是我们第一个 需要发生 变量替换的时候 它所就有那个值 那你看 A值呢 A值是不是 表示的是C C OK 那D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这里面 需要表示的 这个替换的变量 是不是只有两个 一个是NAME 一个是H 所以说 B和C已经接收了 D自然就没有了 那比如说 我在这 随便再写一个 比如说 再写一个 123 就随便写一个 大家看 这时候D 就代表了 是不是就是123了 就这个意思 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叫做 代标签的 模板字符串 这个呢 我们需要了解 然后大家看 对于它第一个参数 其实还有个属性要说 就是有一个 RAW的属性 你们发现 它其实是个数组 它里面包括的 是不是其实就是 这些对应的 这样一个 不需要被替换成 变量这样的内容 这个RAW呢 我们把它叫做 原始字符串 这就是我们讲的 模板字符串的 支持点 在ES这方面中 模板字符串 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在 后面项目当中 其实大量的 会用到 模板字符串 这种方式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 仔细去学习 我们下面看一下 关于字符串当中 又提供了哪些新的 API的方法 打开第一个 叫做 Stream.fromCodePoint 大注意啊 这个我是不是 没有写Prototype 而下面这几个方法 是不是都在 Prototype下面 如果在Prototype呢 就说明当前 是这种实力方法 而如果没有Prototype呢 你就直接 Stream.方法 名称就可以了 相当于说 我们的静态方法 这个前面的 class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讲过 我们看啊 它们有什么用呢 我先把上面 这个代码 先给它 注册掉 比如说 我们输出 Stream. 有个方法 叫做 FromChartCode 这个方法 其实是ES5 提供的方法 注意啊 这是ES5 提供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是用于 Unicode的码点 去返回一个 对应的字符 比如说 刚才我们 是不是有个码点 叫做 0x20BB7 就是G那个字 还记得吗 这是它的码点的形式 打开保存 电码的系列上 你们发现 它根本就识别不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当前 ES5提供 这个方法呢 它能够识别的码点 不能够大于 4个F 大家看 它这个是不是 已经大于4个F了 所以说 ES5是识别不了 超出这个范围的 这样的码点的 那怎么办 在ES6中 提供了一个 新的静态方法 就叫做 FromCodePoint 这个方法的作用 是不是就能够 势力地返回 G这个字 这是ES6 提供的 这样一个方法 它能够把 Unicode的码点 转化成 对应的字符 当然这个也只有 在Unicode里面 才能用到 一般情况下 用的也不是很多 我们再看 下面一些 常用的方式 下面 Inconcute 其实在ES5里面 我们学过一个 似乎创现的方法 就叫做 IndexOff 大家记得 IndexOff 干什么的吗 比如说 我定一个STR 它表示 不可 然后呢 我们输出 STR.IndexOff 我们先复习一下 在ES5里面 IndexOff的作用 是什么 它比如说 我们想看一下 MO 保存 大家看 它会反回什么 是不是反回一个1 所以说 IndexOff的作用 是去检索 当前这个字符串里面 是否包括 某个字符串 如果包括 这个子串的话 那么它就返回 当前的下标 大家看 MO 这个M 是不是从下标1开始 所以是否反回一个1 比如说我看一下 它包括MO1吗 很简单 不包括嘛 不包括的时候 就会反回一个-1 这是ES5里面的 IndexOff 我们再看 在ES6里面 提供一个方法 叫做Inclose 包含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下 它是否包括MO 包含 Inclose呢 会反回一个 布尔形式 是处 那如果MO1呢 就会反回一个 False 所以说 Inclose的作用 就是反回当前 字符串里面 是否包括某个子串 它不是一个 布尔形的反回值 另外呢 还有一个 StarsWiz和AntWiz 它的函数的名称 我们也能猜到啥意思吧 大家看 StartWiz 它表示的是 字符串是否以 哪个字符串去开头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以 I-M开头啊 很显然是吗 所以说反回一个处 那比如说对应的 还有个叫做 AntWiz 它表示的是 是否有些结尾 I-M结尾 肯定不是嘛 所以反回False 那如果它是不是以 MOC结尾啊 只要是结尾就可以啊 是否反回一个处 这两个也很简单 下一个 Repeat 这个单词的本意 是不是叫做 重复 它的作用呢 其实也是重复啊 然后呢 会反回一个 新的字符串 比如说 我希望 I-MOP这个字符串 重复十次 在ES6里面 应该怎么办 你可能要 循环变历十次 然后呢 去字符串上面 去拼接十次 那对于ES6里面 如果有个repeat 你直接可以这样 str.repeat 然后呢 后面是重复的次数 比如说 重复个十 然后 它会返回一个 新的字符串 我们输出 当前这样一个 新的字符串 82行结果 其实就会有 十次 I-MOP 它其实作用 很简单啊 就是用于 重复字符串的 这些知识呢 就是我们要讲 在ES6当中 所提供的 关于字符串的 一些扩展的方式 第一个 关于字符的一个 用尼扣的表示法 是不是使用 -u 大过号 里面写 码点的方式 去表示 这种好处呢 就是增加了 码点的范围 因为原有的范围呢 只会在 四个0到四个f之间 如果当时使用 -u 然后大过号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范围 下一个呢 是字符串的 便利器接口 这个呢 其实就是 我们使用 FullOff 可以去便利 我们的字符串 再下面 模板字符串 这个在项目里面 用的非常多 首先 模板字符串 用的是什么 一个符号 记得吗 反引号 就代替我们之前的 单引号 或者双引号 然后如果遇到变量呢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 美元符号 大过号 里面写上 变量的名称 然后 我们讲了一些 模板字符串的常见 用场景 比如说 对于 很长的字符串 要换航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方便很多 还比如说 我们如果要拼接一些 关于LTML结构的 这种字符串 它也很方便 另外呢 如果字符串当中 有变量 或者有表达式 或者有这种 网织运算的时候 我们使用模板字符串呢 也非常的方便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还讲了 这种欠套的模板 以及这种 代标签的模板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下面讲了一些 常见的方法 比如说 第一个方法的作用 是不是把一个 用那扣子的值转化成对应的字符 LTML结构串呢 会返回一个 布尔形的值 它的作用是 检测 目标的字符串里面 是否包括 某个字符串 Stars位置呢 表示字符串 是否以某一个字符串开始 暗字位置呢 是否以某一个结束 它们都会返回一个 布尔形的值 Repeat呢 无非就是 重复多少次嘛 所以呢 在字符串的课程里面 其实最常用的 就是这样一个 模板字符串 所以大家回去呢 一定要把模板字符串的知识 去好好的去复习一下 当后面的项目当中呢 我们想使用字符串拼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使用 模板字符串 去进行字符串的拼接 会方便很多 那么这节课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加油吧 大家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